在花蓮已经服务满35年的宣教士顾美玲 她在今年11月要退休回德国了 县正服务的感谢 她为必师大教养院身心障碍院生的服务奉献 也举办了感恩分享会表达对她的感谢 县长徐正位虽然很不舍不过还是给她最大祝福 县长徐正位表示 姑妈妈为必师大教养院新生奉献的精神力量感佩 虽然不舍得让姑妈妈退休离开 但还是祝福她退休生活平安喜乐 也希望顾董事长退休后能够有机会再回到花莲 与院生们大家相聚 为了以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将姑妈的博爱精神留在必师大继续传扬下去 让必师大教养院服务不中断 也让姑妈完全放心 姑妈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必师大 未来的必师大更希望有很多的家人 能够大家一起再跟着必师大一起走 所以把我们的乌女文 我们乌教士也介绍给我们 是不是给她掌声一下 谢谢 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妇女社团 国际社团以及我们很多的公益团体 能够借由这个餐会 能够将必师大爷 能够将这个吴董事长 在姑妈妈的心头上 让她能够放心 然后托付给大家必师大在花莲 让她更好 所以真会简短的为大家说明今天 这个聚会的由来 以及这个聚会的核心价值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真会再次感谢大家 必师大教育音乐 由台湾基督教宣教士 在花莲设立 照顾小麻痹患者 多重障碍 糖视症 秉持博爱精神 施予各种教育 让院生能够独立自主生活 并且回馈社会 至今有68年的历史 顾董事长把全副精力 投注在必师大身上 是院生口中的姑妈妈 她也曾说过 这里是她的家 30年来 没有一直感到后悔 记得继续 节奏不到